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补生说 婚姻是人生中的一大考验 的确 有些夫妻一辈子恩爱和睦 举案凄媒 而有的夫妻却经受不住时间和生活的考验 最终老烟纷飞 前几天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 3月2日西安市17个婚姻登记处开始上班 目前离婚预约已经爆满 连工作人员都无奈地说 离婚预约已经排号到了3月18日 这样的新闻让不少网友感到有些心酸 人生苦短 能和一个人携手走入婚礼的殿堂 无疑是心中有爱的 但最后为何会走到分手的地步呢 曾听一个民政局工作的朋友讲 夫妻之间离婚的理由五花八门 而被提到次数最多的一个就是对方变了 女方抱怨丈夫变了 以前恋爱的时候明明很浪漫 给自己送花送礼物 结婚几年之后 却连结婚纪念日都记不住 以前明明是个干净斯文的男生 结婚后却变成了邋遢油腻大叔 以前明明对自己宠爱有加 现在逛个街就抱怨 闲累 而男方也在抱怨妻子变了 以前对自己很温柔 结婚以后却变得越来越凶 恋爱的时候特别勤劳 总是给自己做好吃的 结婚之后却一做家务就抱怨 以前说不在乎对方有多少财产 婚后又抱怨自己不够上进 人无完人 世上也同样没有完美的婚姻 恋爱是两情相悦 花钱月下的浪漫 可婚姻却是寻常日子里的柴米油盐 无论跟谁过 日子久了就会发现磨合磕碰都在所难免 如果任由两人之间的情感慢慢消耗 婚姻变成了爱情的坟墓 但如果你懂得维系 并且用心呵护 婚姻便可以长久而稳固 就算再恩爱的两人也有争吵的时候 这一点天下间的夫妻都一样 有人说世界上最幸福的婚姻也有200次想离婚的念头 和50次想要掐死对方的冲动 但幸福婚姻的秘诀就在于那第2014的和好和第51次的原谅 说起娱乐圈的模范夫妻 很多人都会想到黄磊和孙丽 之前曾看到过黄磊的一个访谈节目 在节目中他透露 夫妻俩人刚结婚的时候 也曾吵架吵到要分手 但因为爱 黄磊还是会选择妥协 其实两口子吵架是没有道理 没有对错的 人是因为感情在吵 所以用道理解决不了 一定要用感情 用各种表情 各种形式说对不起 男士一耍赖就好了 黄磊还说 自己已经认定了俩人会一起走下去 所以觉得失去孙丽才是大事 这样就不会计较 是不是自己先道歉了 现在他们一起相伴走过了多年 拥有三个可爱的孩子 在黄磊的爱和包容下 俩人的婚姻也越来越幸福甜蜜 平日里黄磊工作忙 孙丽要照顾三个孩子的生活 偶尔也会有抱怨和争吵 但每次发生不愉快 俩人都会马上相互道歉 并且提醒对方 吵架致癌没必要 一来二去 嫁也吵不起来 夫妻俩很快就言归于好了 有句话说得好 家是藏爱的地方 不是说理的地方 杨将在我们仨里 讲过这样一件小事 我和中枢在出国的轮船上 曾超过一架 原因只为一个法文的读音 我说他的口音带香音 他不服 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 我也尽力伤他 然后我请同传一位 能说英语的法国人攻断 他说我对 他错 我虽然赢了 却觉得无趣 很不开心 虽然吵赢了架 却输了感情 这样的赢 的确不能让人开心 一辈子和其漫长 无论遇到怎样契合的人 两人的步调 也总会有不一致 所以与其争个 你高我低 倒不如有人 先让一步 与其赢了道理 不如先把爱守住 相互包容 不争对错 这才是婚姻最好的模样 曾在网上 看到过一个问题 中年夫妻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 回答特别扎心 很多人都表示 无论之前多么恩爱 到了中年之后 夫妻之间感情 都会慢慢变淡 同一屋檐下 可以几天不说话 各自玩手机 一个人出门了 另一个人也不会关心 彼此之间说过最多的话 就是 嗯 好的 行 很多人结婚后 因为变成了老夫老妻 就再也懒得陪另一半 聊聊天 逛逛街 时间长了 仿佛搭伙过日子的邻居 但还有一个网友表示 婚后多年 俩人之间的温度 丝毫不减 和先生在一起 有三十多年了 他虽然比较木讷 不太懂浪漫 但却坚持在每个纪念日 送我一束花 平时嘴上虽然没太多关心的话 但每次逛街散步 出门吃饭 都要牵着我的手 把我护在路的内侧 为我挡开车流 我有偏头疼的老毛病 每次疼起来 他都会帮我按摩 这一按 就是三十多年 每次我和他吵架生气 觉得他不爱我的时候 他一过来帮我按头 我就会感受到 他对我的在乎 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 总有一些微小的细节 能够维系着夫妻之间的情感 使其不会轻易流失 久而久之 这些细节也变成了生活中 一个个充满爱意的仪式 正是这些小小的仪式感 让夫妻之间更加亲密 让爱情得以保鲜 还记得之前 吴金英在微博晒出了 妻子谢南 精心准备的结婚七周年礼物 一副痒痒挠 七年止痒 都说婚姻最艰难的时候 就是七年止痒 七年足够于对夫妻 了解对方身上的所有缺点 也足以消耗掉 所有的新鲜感和热情 但对于懂得经营婚姻的人来说 时间不仅不会消磨爱 还会让爱变得更加深刻 情人节时 吴金在拍戏 谢南就会偷偷跑到剧组房间 为他准备一桌饭 或者一束花 没有那么花少 却满是心意 每次谢南过生日 吴金也都会费尽心思 为老婆准备惊喜 看一个人是否对一个人用心 其实都藏在生活的细节里 婚姻中的仪式感 其实并不需要多复杂 也不需要多贵重 伴侣之间最在乎的 只是那一份沉甸甸的心意 所以别说什么仪式感太麻烦 只有当不在乎的时候 才会把这些当成负累 说到底 不管你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你们的生活都必须要经历 时间的讨喜 在过境千番后 难能可贵的 就是俩人都还保有一颗 依然相互在意的心 无论跟谁结婚 都是一次选择 你可能迎来一生安稳 也可能会遇到一地鸡毛 记得一位长辈说过 婚姻幸福的秘诀 不是强求另一半 变成你满意的样子 而是要让另一半 变成一面镜子 你要对着镜子 审视自己 在婚姻中 能够发掘 并修补自己的缺陷 同时接纳对方的不完美 才能实现两个人的 齐头并进 如果不幸遇到了错误的人 也千万别自怨自意 要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才能拥有果断离开 和重新开始的勇气 聪明的人 都把婚姻 当成了一场 自我修行 始终保持成长 才能活成越来越好的自己 要记住 一个人的价值 只能由自己来定义 无论和谁在一起 我都希望 你的心里始终有爱 脸上始终有笑 活成一个光芒万丈的自己 好 今晚的分享就这样 如果喜欢 欢迎拉到文末 帮我们点亮再看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这里是读者 我是如初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